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时间晚上大概八点多 我这一节就讲有关香港和台湾有关的东西 我的Live是主要放在会员版的 60英镑是105元澳市 105元加价或者110元澳市 有关牛正的Live我会突然间出现的 因为我留了个纪录 文字纪录 我自己的Blog 这个人在用20年前不毅明的垃圾 这个是好意思的 中大校方是真的你应该要搞清楚 究竟这个人还是不是适合做教职员 他现在是拿着中大份量周围搞人 除非他摆明是警方请来的人 OK 但是这个人要交代 这个是不是警方请回来的人 那么简单 这个世界的腐败不是那么腐败 好 Anyway 是咸话休提 那 这个室就是 中联办 中联办 为什么我会拖到中联办 就是说 这个有 这个有Youtuber 台湾的Youtuber 那 继续之前都有人说 就 波特王说 有台湾的Youtuber 收了錢,搶好新疆 波特王說話是很可信的 因為波特王在這個業界很愛的 他甚至跟 這個罪恆媒體之間的爭拗 我都很清楚的 但是現在他有一個 有另一個Youtuber 他就怎樣 我想中聯辦公司也不記得了 其實台灣有一班人是民族主義分子 雖然台灣大部分人都是收水做事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會收水做事 有一班人是很強硬的台灣民族主義分子 他就說 有一個Agent 品牌年輕香港中聯辦 中英人民政府駐香港行政局的辦公室 在今年第四季 10月為主他擺明是打雙十檔期 合作外容就是香港女友的影片 在Youtube頻道上傳一條香港女友的影片 次要就是TikTok一段短影片 必要打卡景點就是宣宗三文麥敬 這個就擺明是針對那些男友 那些大中華膠的 很清楚的 有人就爆了出來 這個是很嚴重的事件 為什麼會有人爆出來 為什麼不找Agent去做這件事情 我相信就是Agent不敢再做 因為之前你波德王爆料之後 開始查Agent的 Agent又跟小草有關 記住 柯文哲的小草 柯文哲的小草 那些Agent 請那些小草的Agent 已經周深沒有空 因為那些金牛是有問題的 他們那些 就算柯文哲 我本身已經死定了 基本上 那些政治獻金案已經死定了 你還要跟中共有關的政治獻金 大哥,你嫌什麼樣出來? 毀滅政見也毀滅不切 不要說做生意 所以你會看到為什麼會出現 中聯辦赤薄上陣 就是那些原本做的小草的Agent 就不敢做 因為如果你被人查到 收中共錢 做這些宣傳 是觸發的 在台灣來說是犯法的 是一定出事的 我想譬如你說黃毓民那些人 在金流 我覺得我現在很有興趣研究 他的金流 究竟是不是一些 由一個賭錢賭這麼厲害的人 金流究竟有沒有問題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但是至少就是 現在的金流 現在就 沒有人敢做這個Agent 就不用說了 這個Agent沒有人敢做 所以就 相聯辦赤薄上陣 他博那些人 那些KOL 不懂這些 那就接了單生意 因為接了單生意 就不單止這個名字 臭那麼簡單 是犯法的 你知道台灣的法例 如果你收中共 黨政軍基金錢的話 是有刑事後果的 我相信這件事爆了之後 如果 有人向台灣檢察院 舉報相關的Youtube Channel 那些屋牙的 我想很快可能 如果有部分Youtube Channel 的屋牙也是跟小草有關 也是跟柯文哲有關的話 會不會觸發 檢察機關大舉 他 首部這些KOL 我想答案都很清楚 因為他們不記得 就是有些 陸的KOL 是真的一元都不收的 他就是不收錢的 他就是不收 中國政府工作的 他 基本上除了台灣政府工作之外 他自己是有足夠的生意 去支持這件事 這個是不用說的 所以 現在這一件事 很多台灣的KOL 就 很不得閒 OK 很多台灣的KOL 是很不得閒 就是 現在有一件事 這件事其實 是中聯辦治港的鐵性 中聯辦治港的問題 我幸好在蘋果日報 最早的篇文說 就是 香港同安婦 OK 你盧斯達這傢伙 就是抄的東西 不認錯 你抄了東西不認錯 我就會追到他天腳底 OK 你盧斯達應該是垃圾 我直接這樣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黃毓民很喜歡找這種垃圾 這個人是抄了別人的項目 然後當自己的 然後就押告費 這個就是盧斯達 我很早就把 香港統監 把中聯辦叫做香港統監府 因為我那時候 那個比較研究的對象是 韓國統監府 就是 韓國 就是 當大韓帝國淪為 日本帝國的 附庸國那時候 他就有一個機構 這樣就叫做 韓國統監府 控油 韓國統監府 韓國統監府就可以 可以 很 他慢慢的 那時候 日本政府已經控制了整個大韓帝國政府的工業機構 中聯辦這個角色 因為你的機構是大到不合 如果你純粹是一個聯樂辦公室的話 你不需要這麼多政府 你不需要整座大學 也不需要這麼多 你一個聯樂辦公室就是聯樂園 聯樂園 可能是聯樂園 你有一些 如果西方國家政府視香港 不再 就中英聯合聲明尊重下 他高度自治 這是一個明顯證據 其實有些前香港政府官員 是應該說 他以前跟中聯辦那些事情 那些交代的 OK 我就 很早已經說 中聯辦 這個是香港統監府 我看得很清楚 這個 你想知道 你說中聯辦 為什麼是實際統治機構 比較當然日本 在大韓帝國做的那些壞事 你就明白 所以你明白為什麼韓國人這麼討厭 日本人 不是沒有理由的 其實很有理由 你那個 蠶食的方法 是很 很沒有道德 你現在中國 不是做 不是做當然日本 帝國同一樣的事情 所以你問我 怎麼這麼討厭中國 你當然明白 這是比較歷史 來的 OK 比較歷史 但是這個是一個證據 因為這個證據 不是任何香港人拋出來的 這個證據是3rd party證據 而且是台灣拋出來的 台灣拋出來的 是3rd party證據 當然 當然 中聯辦是很擔心 香港的經濟狀況 都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香港的經濟狀況 在這個證據 是假惡 大家都知道 會講爆 因為講爆 結果 而且你也猜到 是要救酒店業的 你這樣吧 新世界藝生那堆酒店 爆那時候 都應該挺好看的 應該挺好看的 大家其實怕講爆 講爆就很大件事 講爆會失控的 現在 為什麼 新世界K11 Art Mall 會賣給華盈 我現在明白 中國是很 防止 港爆 因為港爆 一定 你知道怎麼爆 所以現在 這些東西 是香港旅遊發展局做的 但是香港旅遊發展局做的 你知道 YouTube有一個規矩 有一個Pay Promotion的 requirement 即是你收了錢 你是收了錢的 你是要Credit 以及你要告訴YouTube 因為 YouTube 會派消息 那時候 它要做事的 它要避免那些競爭對手的 assence 因為競爭對手會撞的 會撞的 但是它在中聯辦 很可能 它就想著 不需要 這個Credit 因為你 一Credit 是中聯辦贊助 就死定了 YouTube 未必死定了 是死刑事 但是 台灣一定是死刑事的 這個 其實那些鬼套 都不交代 它的 Promotion 放HKETO 或者中聯辦 其實已經是有問題的 好 那之後 Google 會查的 因為 這個是違反 YouTube Partner Program 的requirement YouTube Partner Program 是說明 你 如果你是assence 的一員 你有廣告 你去收 sponsorship 你是要交代 你要申報 有一堂不知道 因為我這裡 很多時候 VPN 最多是VPN 要求sponsorship 我通常不做的 因為我不知道 VPN的背景 OK 接著 法輪功 那些干净世界 那些Eucos 合作的 我不做的 因為你知道 我是block 法輪功的 我這裡是反過來的 我這裡的立場 是很輕盛的 但是 你明白 你明白 現在的問題出在哪裡 我想現在大家明白 就是 你這個實在出事 但是 這個是中聯辦治港的證據 但是 這也是一件事 為甚麼 中國會弄 那些YouTwitter的廣告 我更 你看到我這裡 減產 我減產 其中的原因 就是當然 我有事情做 我有多事情做 我的身體狀況 但是 另一件事 就是中國大批 那些 中國和俄國的 大批干擾戶口 影響那個revenue 你做多 就等於白做 那你還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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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 為何會專注於會員版 或者你請我喝咖啡 我也很歡迎 請我喝咖啡 為何我會專注於會員版 喝咖啡 這些 很簡單 因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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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你 中國 他現在是干擾YouTube 第一 中國的那些垃圾頻道 在YouTube 賺 但應該賺得不多 另一方面 就是他 陰光你那個 Programmatic 那個廣告 真的好像黎智英 蘋果日報之前 都遇到這個問題 他就被人陰光 Programmatic 那個廣告的部分 然後他就可以收賣 OK 即是 等你 你這裏 那裏 那裏賺不夠錢 我可以收賣 這樣做的 他頒了很差的 OK 即是 你還要 因為你不是每個人都會自己 建一個Program OK 你不是這樣 你都不是好像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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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 是做開 Program 就知道怎樣做 知道怎樣迴避中共 這個 有些說 Youtube Membership Youtube Membership 的問題 我沒有說過去的Membership 正常 很多人都會用Youtube Membership 來做的 一個戶口收錢 簡單管理 但是我 我這裡的Membership 只是Live 那時候 過去的人用 為什麼我是 過去的發言資格 為什麼我是用這樣做的 仍然搞自己的平台伺服 因為我要過去的人 就是 我要知道每個人姓實名罪 我不要假人 假人 我就可以馬上 因為 你 用Youtube的Membership 你也解決不了解的問題 你Google 不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他現在 他現在怎樣 他Youtube的陰光 他陰光的收益 陰光都差不多 他就出手 不買 中共一向都是這樣的 中共一向都是長春圍城戰的 那些玩法 你甚至 你以為鄭京巷那傢伙 在那裡找一群 牛河打手 在那裡搞 他也是想做這件事而已 影響收入而已 他也是想做 你這樣想 D1那裡有收入 D1那裡自己 還要在上環站 跟黨鐵合作 八三一之後 還要跟黨鐵合作 就喪尊天良的 人都不是的 你看 不是這樣來的 收買 可以收買 逐件收買的 很容易 對不對 收買的很容易 所以 現在他 中國 現在這樣搞Youtuber 他的目的 是很清晰的 中國搞Youtuber的目的 是很清晰的 他就是想到最後的 我來購買 逐個購買 逐一擊破 OK 但是這招是 當然 在我身上 就不是很好 OK 因為我知道的話 很技術 所以他就直接 找人人身攻擊我 我也說 我遲早 受威脅也不奇怪 我覺得 遲早問他 找對男子 突然打我 現在中共是這樣 錢那裡搞不定 他就用肉身 他就搞定肉身 這個就是中國共產黨 這幫人 是流氓來的 所以你說 現在他搞Youtuber的廣告 搞大的垃圾 traffic 目的其實就是 為他可以收買Youtuber 然後就搞到 可能世界污煙瘴氣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 如果在台灣的話 那些 那些 走去 公開香港的 那些Youtuber 你去檢察院 補一補他們 走去北檢 或者你所居住的地方的檢察官 抓了他們 就算了 你收中共錢是犯法的 OK 我先說明 這些 怎樣 清理共諜人人有責 至於那些 你說 你說 那些 其他那些 你說那些 垃圾用戶 你看到那些 你如果在recommendation 看到很可疑 那些中國的垃圾用戶 全部禁止他們 report and禁止他們 一個都沒有 因為這幫人 是搞壞整個Youtube的身材 這幫人 這幫人真的是 人生垃圾 就是中國這幫人 有些台 打明是做垃圾台的 就杯葛他 我怎知道 是不是中元發給錢 我怎知道 中元發已經是明目張膽 給錢的 已經 已經是很不要面的 明目張膽都很重要 如果不要面到這樣的話 我們還是要 有 一套自己的 處理方式 這個 我覺得都很obvious 我希望大家明白的 就是 無錢就無極限 中元發 不用說 無錢就無極限 就是 只要是 無錢無極限 到這個地步 就是 你現在要明白 為什麼 近年Youtube的經驗 沒有以前那麼容易 其實就是中俄兩國 亂搞的結果 但是不像經濟差 經濟差果然是 經濟差也是 經濟差也是預期的 但是如果經濟差 就是中國這種 長春遺程式的 長春遺程戰 那種無色的私下方式 那一個方法就是 誰收中共錢 誰死 現在就要這樣做 就是要有人勇敢去刀爆這些 中共派片的真相 你派片你就要負責的 你有什麼好處 我現在也是這樣做 我知道有人派片 那些一定會刀爆的 一定 因為你不刀爆的話 你的世界就不乾淨 所以我沒有什麼所謂 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 我中共一元都不收到廣命 你共產黨 共產黨是我的敵人 你是世界的敵人 你賺了錢 罪日要吐出來 你知道中共這種壞事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要我這筆錢 對不對 這些人渣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上面 美國要採取行動的 要質疑 究竟Facebook 一個Facebook 一個YouTube 究竟看這些 懷疑 收Chinese Communist Party 那些錢 那些YouTuber 的作為 要做些什麼 但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要講得很清楚 你這些收水的人 究竟是怎樣處理 這個事情要講得很明白 因為你 甚至我覺得 就是你YouTube 為什麼可以給 中國那些官方電視台的頻道 假裝自己在香港 或者假裝自己在台灣的頻道 你擾亂那個traffic 我有沒有搞錯這件事 這件事很不合理 就是 他不斷地有那些 就是說自己的那些 channel 什麼什麼 貴州衛視 什麼什麼衛視 那些 說自己是香港 或者台灣 那些 這些做法不合理的話 Google 是要負責任的 Google 不是不用負責任的 YouTube 都應該要負責任的 這些事情 沒有的也不用負責任的 我覺得整個是亂象 你問我為什麼 譬如 對到 YouTube 那個熱情 沒有那麼大 其實這些亂象 或者譬如你說 Facebook 誰想管理Facebook 現在 你Facebook 你可以被劉正這個人 作惡多年 是不是 他夠了 或者好像被黃帕爾 人渣博 我已經夠了 究竟你平台 作為一個管理者 你究竟有沒有去管理一個好 一個環境 一個good的environment 怎麼可以被中國的國家作惡 這些 這件事 其實是YouTube YouTube 要負責任的 YouTube 究竟他對中國的蠟蟲 是怎麼不夠眼淺 甚至有些人都被人不默默默 還有黃標問題 當然我沒有黃標問題 原因是因為我是EU 為什麼那些人要我 那個Channel 因為我的Channel是EU 他們沒有說用黃標來陰乾一些人 人家在英國脫了歐 沒有受過Digital Service Ads的保護 結果就開始亂來 這個就是問題 你更加不要說Facebook這家公司 就是怎樣連Digital Service Ads都可以 不多尊重 遲早被人罰罰金的 真的要誅西八戒的 這個真的不是什麼好人 你慢慢會看到的 他 他這種做法 YouTube這種做法 遲早我覺得是美國的潮野 要抓所有社交媒體公司出來 Eon Musk 也要抓出來的 Eon Musk 的投稿表現都很噁心的話 這班人這麼喜歡拆共產黨的鞋 全部罰他們跳舞而已 我對植谷這幾年人的做事手法 那種貪癌已經是要救的 如果你沒有植谷這班人去縱容 是不可能這樣玩的 不多的人 但是因為植谷這班人的縱容 所以中聯辦就可以這麼時無忌憚 那沒事的 現在美國 就要做事了 美國或者歐洲也就要做事了 去維護 不要再給中俄兩國干擾回望 不過過去的回望 我已經很寬鬆了 當然我覺得台灣政府也要做事了 甚至你看到為什麼馬來西亞政府開始要那些 社交媒體公司要抓Ryzen 我猜他是第一步的 馬來西亞政府知道很多中國人 罰馬來西亞人在社交媒體那裡搞事了 這個是會造成國家安全問題的 OK 這個是第一步的 為什麼全世界都要求那些平台公司要看著那些用戶 你猜那些政府屎發行嗎 當然政府也不一定是好人 但是 這些是很煩的事情 這些不是好做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都要做呢 中國人現在周圍扮其他國家的人是夠的 扮俄國也有扮什麼國家也有 我每天都看到什麼國家的人都在那裡 中聯辦一定有份的 中聯辦在這件事 中聯辦的金流應該要審視的 如果要做得太過分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將中聯辦可以制裁 是整個機構可以制裁 你做了那麼多壞事嘛 我當然要制裁 你現在是在undermind 香港的自治 以及台灣的自治 我當然要做你 是很正常的 我對中聯辦正眼和沒什麼好 這個是人渣來的 不單止要制裁這個人 這個是日後要捉他 要當罪犯那樣處理的 中聯辦這班人 我的立場就很強硬的 如果我看得… 我不是在香港做節目 我還要說話間接著 那我不要做節目就算了 我也預計了有一堆 等下有很多垃圾物會衝上來的 我已經預計了 放馬過來 這些事情我們要有一個態度 要有一個責任的態度 有些台如果是跟中聯辦關係太密切的那些 應該就是退起它 我不管台灣還是香港 中聯辦這個機構就是垃圾 破壞香港自治的垃圾 這個是敵人 要說得很清晰 中聯辦是敵人 所以你說 連登那些 有些連登制的那些 我覺得 你連尼駐不慘毛 你都… 我會覺得你很可疑 還有一些不關事的 那些爆料 爆的手足料那些 我不是這樣看的 連尼駐信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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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黃少奇這麼熟悉 好了 這一集我講到這裡了 下一集就看心情了 但是今晚會員辦 如果你是用美金那個 我的留言有條件的 你那裡可以直接付錢的 如果你是用美國、日本、台灣、南韓 但是如果你是香港的 就電郵我可以送給 OK 那我先講到這裡了